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長晚因為剛好有些訪問要做 所以稍後才加入 我想這個星期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正在星期日3月6日 因為反對財政預算案 據估計超過一萬人上街示威 當然這件事背後 很多人都賦予整個過程的觀念或看法 不論是一個洋子經革命 或者有些主流媒體 叫這場是一場暴動亂 但無論如何看這個節目的人 多數都是看幾令類的媒體 或者基本上對主流媒體已經覺得很厭惡 今天整個討論或者一陣子 他完結了他的工作之後 都會加入的話 其實都針對幾個現象 或者都從頭細說 講講一些相關的觀察 我想整件事背後不單是3月6日 由晚上到差不多接近凌晨之間 這個示威者和警方之間的一些 肢體接觸甚至衝突 或者在過程裏面究竟是否警察 先用胡椒噴霧 而沒有預先警告這個示威人士 甚至令到一些例如8歲的示威者受傷等等 整件事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就是說在這件事出現之前 其實在Facebook裏面有一個組群 其實很短時間之內都有整個萬人加入 那組群其實針對蔡爺 在剛上星期有見於 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案而導致的政治危機 而最終令到他決定 是用6千元作為退稅 或者用現金回饋18歲以上永久居民 是希望化解這次政治危機 從這件事裏面開始有些討論 就是是否那6千元 只是應該給合資格的永久居留人士 或者其實當政府推出這6千元措施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團體會指出 其實那6千元是應該給 適齡18歲以上的香港人 無論他是永久居民 或者是落到來的新移民也好 從這件事慢慢引發在網上 有一群人覺得這6千元 是不應該給這些新移民的 原因不外乎有幾個 大家都可能耳熟臨場的觀點 譬如我們會說這群新移民 既不是永久居民 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去拿6千元的現金 其次也有人覺得 這群新移民對社會是沒有貢獻 所以他們根本是不值得去拿這些錢的 或者甚至慢慢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就是譬如很多人都會以為 就是究竟香港譬如說 新領這個失業縱瞞的人 會不會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一些新移民人士 而這群人對香港社會不單止是沒有貢獻 甚至是一種負擔 而那6千元他們根本不應該拿呢 又例如我們都會聽到一些意見就是 咦 這些新移民下來 搞到地方又小了 人口又多了 又或者令到很多資源都分薄了 所以這群新移民 拿6千元不單是不應該 甚至是成為了香港的婦女 甚至也有一些意見會說到就是 咦 這群新移民下來 然後可能受到某一些親建制的政團 例如民建聯 或者甚至工聯會這些政團的拉攏 以利益 利誘 服務 將這群人納入成為民建聯 或者工聯會的莊腳 我只是莊腳其實是一些忠誓支持者 而慢慢令到可能整個香港的政治格局 議會慢慢被赤化 所以這6千元也不應該給他們 好了 聽到那麼多的意見 當然時間關係 或者因為這個議題都比較新 很難在很短時間裏面 涵蓋所有相關立場的看法 但是整件事背後其實反映了一件事 第一件事其實就是 我們都回歸了一整十二三年 但是在香港人心目中 究竟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份呢 如果香港是中國一部份的話 其實我們對新移民的態度 好像回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有一齣很出名的電視劇叫做狂潮 而狂潮裏面其中一個很出名的人物 就是由廖偉雄扮演的阿燦 如果大家也有印象 譬如在看這個節目 可能已經是六十後 一定會記得我們認識內地人 當然除了有些家庭 可能他六七十年代 無論是從合法途徑 或者透過這個底類政策來到香港也好 阿燦的形象 第一件事就是好吃冷飞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都記得吳班車好吃冷飞 甚至是很喜歡拍攝 大家都可能記得有一段很經典的畫面 就是阿燦吃漢堡包比賽的一個部份 接下來很多 譬如說本地出產的電影 對於新移民 無論是省港奇兵 大圈仔等等 其實很多香港人對於內地人 特別是對一些可能他們出身比較低下階層的內地人 已經有一個好像是雷不可破的一個負面的形象 當然回歸之後 香港的地位慢慢由於可能是董建華 甚至是曾蔭權施政的失誤 甚至你會看到特區政府透過一個經濟上面 希望中央支援 慢慢可能有一種非常之矛盾 或者其實是一種很痛苦的心態 第一種心態就是 他們很希望依靠內地的一些經濟方面的幫助 無論是零售業的自由行 或者相關專業的一些SIPA的安排 希望透過開拓內地市場分到一杯筋 希望令自己得到益處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又對於內地的移民來說 是非常之不單止是不喜歡 甚至在香港裏面 我開始發覺到 有一些人對內地人是很痛恨的 又或者其實偶爾媒體裏面一些相關的報道 無論我們會說到一些內地遊客 在公眾地方大小異變的筆瓦場面 又或者看到一些內地人 來香港搶購奶粉的情況 這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 可以嘗試做一個很簡單的歸納 或者做一個很簡單的拼籌 你會發覺到其實香港人 其實一方面似乎很渴望內地幫助香港 特別是有一班親建制的人 他們希望從中得到益處 譬如剛才我提到 無論是一些專業人士 甚至是一些零售業的人士 甚至我們會說這個房地產行業的人 亦都很希望內地資金來到香港 推高樓市 令到這個房地產行業 甚至令到地產業 可以得到這個好處 所以其實我們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多角度 多面向 甚至是一個多角度的方向要理解 很難用一句說話 我們說到究竟新移民 究竟是好或者不好 從這件事件裏面 第二件事我們都可以見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見到 為什麼這些新移民人士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娶香港人 就是為什麼找香港的男性 甚至很多香港已經是年屆 五十或五十多歲 為什麼他們會回內地去娶老婆 而為什麼這一群內地的新娘 最終來到香港 而很多時候人們就說他們不工作 或者基本上就是說 那個男人隨便找一份工作 又或者可能長期失業 然後那個女人又沒有什麼工作能力 又或者很多時候被形容為 下來香港只是貪慕虛榮 或者貪過男人的錢等等 我們暫時不要理會 究竟這麼多個案例裡面的夫妻 究竟他們建立一個這樣的感情 或者婚姻關係 是建基於金錢 還是建基於真正的愛情 根本無可能從一個局外人 知小小的角度去做一個論斷 但是有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從這個現象背後 我們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個跟中國內部的問題 內部的社會問題有關 我們會說大家如果對中國社會問題有所認識 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說到 就是農村生活困難 或者做農民真辛苦的這個現象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內地新娘來到香港 很多時候是來自農村 我們會說為什麼中國農村這麼貧窮呢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因為中央整個經濟 就是那個政策的那個格局 基本上這麼多年以來 無論是由毛澤東年代 鄧小平年代 甚至我們說到現在這個胡錦濤年代 基本上都是透過農村 透過拿農村的資源去支援城市的發展 當然其實中間一些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但其實基本上你會看到中國的農村 在改革開放以來 基本上都其實處於一個慢慢比較成事來說 都是慢慢比較一個衰退的局面 所以為什麼在2000年開始的時候出現了 所謂的三農問題這個說法 有人會問三農問題和內地新娘有什麼關係 很明顯一件事就是一方面我們都會知道 就是在農村裡面可能較為年輕的一些 農村的女性或者男性 可能出了去城市工作 結果我們有富士康 甚至我們有富士康一連串的一些慘劇 然後可能有一些人會選擇留在農村 但他們到了適分年齡 又或者其實他們要追求幸福的話 無可選擇之下 男性基本上可能出了去城市打工 又或者已經不再在農村裡面了 所以這一群很可能他們選擇留在農村 或者根本去到城市沒有工作 競爭能力不夠的那些女性 可能最終他會選擇以婚姻作為 建立她幸福的途徑 好了 但想一想 如果一個農村女性默默然去到城市 不會突然有人會喜歡她 所以可能唯一選擇就是 以往的那種就是 譬如我們會說 有一群內地 即是由香港來的人 他們希望在那個地方 可能希望有一些新的途徑 找到他們的另一半 於是你會看到其實 前幾年有一個挺熱門話題 就是香港的中年 甚至是中年 他們收入水平低的人 為何他們會去內地取妻 當然背後這個情況 也引起了很多一些輿論 一些比較負面的看法 譬如有人會說 你又賺錢賺得少 你又社會階層低 你為何結婚呢 你為何有家庭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內地 你會見到內地的新人出現 其實這個 和這個中國三龍的問題 又或者和這個農村問題 我們不能夠完全忽略之餘 這裏其實都反映到一個現實 就是說 不會以為中國內部的社會問題 和香港完全無關 你會發覺到原來中國內部的問題 無論較早之前 因為毒奶粉事件 令到很多內地人 對內地的食品不放心 而下來香港大批購買奶粉 這個很正正是證明到 就是說 河水不犯者水 這個說法 根本就是完全不道之餘 甚至我們都會發現到 就是說 內地的熱錢來到香港 炒樓市 令到香港樓價飆升 而你會見到政府 或者地產商 因為建基於既得利益 以及依資金背後的政治關係 而不敢去做一些干預行動 那大家可以見到整個政治現實的狀況 會是怎樣 好了 或者說回香港的角度 來看整個內地新娘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說 為何香港的中年 或者低下家層男士 娶不到老婆 或者不能夠建立家庭 在香港這個問題之前 其實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公道的想法 就是 其實建立家庭 其實是一個很基本的人權 不會說因為你有錢 可以三妻四妻 甚至可以找人幫你生醫 使館嬰兒 而你沒有錢 你最好自己營了自己 不會有家庭 如果香港有些人 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我想這些香港人 根本不值得去做人 好了 所以我們會說 為何香港一些中年低下家層的男性 為何在香港找不到老婆 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香港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無論是住屋 甚至是我們的工作 不能夠令到一些人士 能夠可以負擔到這個房屋 或者基本的生活需要 不要說認識女生 甚至拍拖結婚 又或者甚至香港的次文化裏面 都可以說到 就是男生和女生建立感情 甚至結婚 是一定要建立一個很堅實的物質基礎 而真的不是很講感情 感情只不過是配菜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慢慢你會發現到 其實香港男生不能結婚 不是個人問題那麼簡單 其實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 這個問題或者暫時說到這裏 阿長毛回來 我們說到這個三龍問題 影響到這個農村婦女來香港 然後說到這個香港的男人結婚 就是因為香港的社會畸形問題 其實這個已經發生了很久了 大量的技術工人的失業 就是因為香港的廠家上去華南投資 令他們沒有工作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久了 其實我告訴你 如果你好像寫了一本小說 可能今天的主角 就是一個三十多歲就上東莞做事 過了五六年被人解僱了 拿下來 然後就無以為計轉行做保安 做了保安之後 然後就上去北上就遇到一個年輕的女孩 在農村那裏就娶了一個老婆 接下來就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可能她離婚 可能她職勞成立死了 或者她走了 那位女士就被迫 因為不夠七年 就要吃她的子女的那份量 來養她的子女 這些怎麼會說香港和中國沒有關係 我們先不要說大量的大陸的紅色資本 來炒起所有東西 你根本是息息相關 這個所謂河水不犯井水不犯河水 那個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基本法說一件事 就是在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何謂社會主義制度 以前大陸那個都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制度 即是在香港就不會實行一黨專政 現在這個一黨專政當然不會在香港實行 但是一黨專政的陰離 就已經開始慢慢遮住天空了 即是好像說禮拜天的示威衝突 完全都是李彭式的 李小剛出來也是姓李的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中文來的 用小童做抗辯鬥爭的武器 甚麼是抗辯鬥爭 到底是抗辯 即是抗辯加上鬥爭或抗爭 抗辯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法庭抗辯 抗辯不在那裡抗辯 他是不是說我們帶個小童去解釋 我們的示威是正當的 不是顯然因為他下一句講的東西 其實他說抗爭抗辯鬥爭 如果你說我們用小童來做抗爭的工具 那就真是愚蠢 因為一個小童怎樣可以做113人的工具 因為有些小童團團圍著我們才能頂住警察 所以他這樣說就是我們好像赤簡和侯塞欣 或者中共以前打仗用人海戰術 一些未成年的人去做小鬼隊 這樣又是不符合事實 其實他真的應該道歉 到底他的指責是家長一說我們 一說我們跟家長串謀 李兆江再不道歉我真是告他委託 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是現在在找律師 這個是離譜 只有一個官員這樣說 他在說甚麼 他信天主教 你妄言罪是第一大罪 即是你說真話雖然你沒有對上帝起誓 其實你都是這樣教徒 你需要這樣做 李兆江 你今個星期去教堂 你快做告解 你講甚麼 我不會放過他 我每一次在立國會發言都會講這件事 直到他到他為止 他講甚麼 但長串謀說這個說話 開始有些人有一種說法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 聽到三個人在家上面說 那個女人瘋了 為甚麼一個八歲仔出來示威 其實你慢慢見到一件事 就是傳媒的報導 那個偏頗或選擇性報導 其實真的對某些香港人 對於這次事件的觀感 真的會比較偏向負面 我覺得很簡單 一個家長帶小朋友去 去照顧那個小朋友 因為家長不知道那個示威 突然間會變成一個 受到警方襲擊的集會 其實家長很清楚 他對香港政府有信心 對警察有信心 所以他不會認為 在香港的集會會變成暴力 如果你是香港人 真是講道理 你就問為甚麼那個集會 會變成警察向示威者衝擊 用胡椒噴霧 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當我們去到示威的時候 他將我們隔開 我們這些人要穿越他的防線 他就說我們攻擊他 他說如果你再衝擊我的防線 我就會用武力 其實是反過來這樣說 他們是想衝光我的示威 而起的推撞 想打散你們 好,很簡單 如果香港人是這樣說的時候 今天我有記者訪問過我 他問你十二三歲的示威 行不行的 我說十二三歲 你可否讓他唱歌 可否讓他彈蕭邦 有些十二三歲已經彈蕭邦 他一定知道蕭邦說甚麼 你可否讓他看西遊記 西遊記他未必會看全部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香港的家長 甘心接受香港的奴法教育 是自己找 千方百計有些家長 好像我契女的媽媽 我用他做例 萬多元讀小學 其實都希望他爭港見聞 你香港人的家長 不要讓他看公心計 公心計就是一坐完便是害人 陰毒 這個無線劇場 會慢慢在黃金時間 將人性的醜陋突顯出來 每一次都是令到人爭某一個人 這樣才行 殺人全家放人全家 那不要做 家長不要讓他看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那位家長知道那天的示威 是這樣他一定會帶去 不用說 我們經常講末理花革命 等於特尼斯開始的遊行 軍警說明會阻擋 都要很多人帶小孩去 很簡單 為何你們拍攔手掌 如果這樣說 示威自己抵殺 為何你名師生危險都去示威 你是否想自己死 當然示威者本身跟小童有分別 就是如果一個成年示威人 他可能明白示威多些 和他照顧自己能力強些 僅次而異 但大人帶他去 已經有大人保護他 如果媽媽只叫小孩去就不同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兩個是所謂十三歲十五歲的人 第一我們怎可以剝奪他的公民權 我們不可以檢查他 我們可以勸他 但那時候我們應該受到衝擊 而警方連十三歲至十五歲的人 都捉來去被捕 簡直就是冷血 因為如果他們的推論是對的 就是說十三十五歲的小孩 是受人煽動的 應該放他 如果不是煽動的你就拘捕他 他到底誰說法是對的呢 如果他說那兩個小孩被人利用 為何要捉兩個被人利用的人 根本完全是整件事都亂套 經不起一個客觀的分析 你這個警方 你一抓到他 你一抓到他走開的小孩 這裏很危險的 不是抓他 他現在是全部人抓 所以不分青紅造白 在那裏的人就抓 那兩個小孩怎知道你會突然間 用暴力去捉人然後被捕 所以他說有警告是多餘的 如果他有警告的話 那兩個小孩可能已經走了 即從安法上 如果說有警告是不會發生 不會有這些安法的情況 所以不是說 這個曾偉雄可以很大膽地說 我看他的人都是沒有能力的人 唯一的能力就是講謊 他唯一的能力就是講謊 曾偉雄對於領導香港警察 完全是一個災難 我現在已經可以說 現在已經可以說 因為他根本就不夠班 是共產黨不敢用人 就一直升上去 鄧景成就推薦他 其實一樣很簡單 共產黨要的警察就是有隻狗 就是這麼簡單 你曾偉雄去執法的時候 他敢不敢捉大陸的權貴 我肯定他不敢 香港權貴也不敢 只是狗而已 老實說 我現在公開說曾偉雄是隻狗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根本未夠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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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連說話都說不定 你看他說話 集了疾舌 好像有四支槍指著他 沒辦法 怎麽搞 他始終搞出事 不只是處理示威事件 是刑事犯 如果他去處理菲律賓人事 他一樣是這樣 他有何做 所謂強硬 就打掛他 亂槍素 一樣是 我想整件事發生了 其實當晚情況 剛剛的長毛都說了不少 我想說幾樣 第一樣 這個政府已經墮落到巴克 那晚在上面清場的時候 他就叫傳媒走入他採訪區 他的採訪區 我們坐在這等他來的時候 是背著傳媒的 那些傳媒就叫個景雲 那天早就叫長毛 坐我們這一邊給我們拍 我說真的對不起各位傳媒 如果我老 我就覺得實際上 我應該坐過來給你拍 因為你拍是很重要的 但我說我用腰骨告訴我 我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為何呢 在大陸採訪 在大陸給共產黨的警察 公安打的時候 你們香港記者就抗議 在香港由政府管理的政府地方 竟然間可以阻礙採訪自由 你又縮入這次還報甚麼度 不用報道 另一件事就是你看到鄉特區政府 那些窩可狼 如果他真的要保障新聞自由 他為何要安排一個所謂採訪區 他可能會令警察做事難些 不要還 這世界有沒有戰地記者 是否浪費氣 人家在外國拍到特尼斯 那些梅里花革命 拍到埃及的人和軍警衝突 那些怎樣拍 如果是根據香港政府的邏輯 那埃及和特尼斯的東西 就沒有人看到 因為他被安排了一個地方 拍不到的地方 所以已經達到了勞火純青大陸化 譬如現在又流行新聞處發 一些政府拍的相片給大家登 這是甚麼採訪 很簡單 有個記者問我拿相片 我平時有些生活相片給你 他說不可以 長毛我們親自拍 政府便做這些事 他拍了給你就是這樣 曾蔡英權的臺騙手 就是一張 我這些叫做人民畫報 我們小時候有本人民畫報 就是共產黨出的 整款都有人民 不過是那些共產黨 報警版 就是人民報警版報 很簡單 你現在已經墮落到這樣 而傳媒又不知反省 其實要害在哪裏呢 就是傳媒的頭或老闆 大部分都是政協 在傳媒做事的頭 那些採主級或管理級的人 根本就是管理 他跟新聞有甚麼關係 他是為老闆賺錢 他在編採過程已經沒有角色 他是定方針 所以如果這樣去做當然是大件事 為何記者要屈服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頭叫他跟警方合作 是嗎 很簡單 所以現在聰明的人做幾年記者 便走 然後轉行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主持公讀的人比較少 大家都明知保身 記者或者是學者 或者是應該做政治領袖的人 沒有出來說話 亦都不知 那麼多個立法會員 只有我一個在那裏 我便看到 就是這麼簡單 你這件事 其實剛才長毛都講到他的觀察 其實你覺得接下來 譬如說曾蔭權 離任之前 無論是七一 或者有些相關政治事件 會否其實令到社會和政府之間的矛盾 做一步激化 所以其實中國有的俗語都非常全神 中瓜得瓜 中鬥得鬥 政府中瓜就有瓜 中鬥就得鬥 但這件事亦都可以形容在其他人身上 應用在反對其他人身上 或者應用在普通市民身上 你中瓜就得瓜 中鬥就得鬥 你去聽政府說 一起去罵抗爭的人 將來社會變壞的時候 就是你自己去負責 你覺得不應該抗爭 或者不應該用直接行動去抗爭的時候 你罵政府便在家裏罵 其實香港人每個都在吃飯的時候 看新聞一直罵政府送飯 但為何有人真的說了你想說的話 你還要罵他呢 就算以警察為例都是 他這麼惡 如果我們不吵他有那萬二元嗎 他全部都有那萬二元 人頭派加上退稅六千 他可以嗎 曾偉雄都不讓他示威 他又對我們那麼差 是甚麼呢 萬二人吃一死他嗎 如果一家三口 你老婆是做的 你都拿二萬四 那你為何這麼討厭示威者 你自己做到嗎 你的警察自己做到嗎 你對我當然是惡 他對曾偉雄有惡嗎 他叫了一隻狗 不准出去廢 所以就是無恥無能的結晶品 所以警察自己想想 你曾偉雄怎對你 你想廢就不好 不廢就行 不可以 我們出來說 那你也有回萬二元 那你還想怎樣 你還罵我們做甚麼 說甚麼 不要收過萬二元 陳太太不要收很多 我真的覺得 你做警察自己想想 你有沒有人權 自己也沒有人權 甚麼叫做不鼓勵警員 在下班示威 他是白癡的 曾偉雄在說甚麼 政治中立 常常都說 疑似 但大家都知道 究竟無論中聯辦門外的事件 或今次的示威 究竟我們的警方 是否能夠維持政治中立 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好好去反思一下 其實除了剛才你 阿長毛所說 無論你說是 事件裏面 無論是媒體 示威者 甚至警方相關部分的一些 反省之外 其實你也會見到 基本上曾蔭權當時在北京 很記得在北大演講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香港學生 在北大留學 在香港學生 舉過手 側問過曾蔭權 是關於用這個暴力去鎮壓示威 甚至十二三歲小孩 不放過問題 令到這個爭論權 又是死老頭的樣子面黑 所以我們會問 正義人士不出聲 學術家也不出聲 是否真的沒有人不出聲 其實不是沒有人不出聲 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媒體有沒有 本絕專業精神去報導 其實那個很簡單 你想大人物出聲 就先出聲 大人物都怕你 很簡單 你試試衝突有個示威 或者有個論壇 叫學者去講 講那件暴力事件 學者都要講 你自己不做事 他們便會逍遙 沒有事發生過 對 逍遙 在那裡逍遙 很簡單 那大學生應該不做事 大學生應該做事 那裏本身就有大學生 被人拘捕那些人 那同學被人拘捕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 一些參與示威人士 當然被捕 或者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從一個微觀角度看 很多時候都覺得 很多人不理解他們所做的事 或者很多人覺得 為何你做這麽激的事 問題是怎樣 有些人在我心裏面不說 我走來這裏 那時看到一個退休警察 他在海旁警署抓過我 他問我認不認得他 我忘記了 後來他告訴你 我請他喝個杯奶茶 他都說你做得對 很簡單 他說我沒有看錯人 你一直都沒有變 他都是過氣的警察 不過說你有事不用那麽激 其實大家沉默的人 沉默的代價 就是慢慢衰亡 慢慢衰敗 慢慢褪廢 是吧 這個魯迅 今年 現在是3月 318 北施大的女學生去示威 被段祺瑞的爪牙殺了 殺了幾個 傷的無數 老順也是這麽說 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 這課書 我不知道大家有無看過 《紀念劉和珍君》 大家都上網看 這課書真的很出名 大家沉默 我就沒有那麽斯文 我自己想到一個比喻就是 如果你沉默的話 你現在這刻被人非禮 那一刻就被人強姦 然後就被人淪姦 我也在街上說過 如果你見到一個女人被人打 你不出聲 不要說強姦 接著打他那班人 再打你的時候就沒有人出聲 這很簡單 接著就看戲那些人 看殺人表演 其實 某個程度說 當然我們的行為 都很卑微 沒有做過什麽大事 但某個程度說 都好像魯迅一個小說裏 那個下餘 就是我猜抽緊 那個革命黨 被人殺了 有些愚昧的人 不是打魚的人 就拿去 斬頭的血來弄饅頭 因為說人血 浸饅頭是可以治肺病 這就是很出名的藥結局 現在有人出來爭取 不止是那6000元 不止是那12000元 要爭取改革的時候 你還跟著統治者去罵他 那你便即時 是好像那位 血饅頭 吃人血饅頭 吃人血饅頭 當然這樣說 是很牙煙 亦都是 我想很多人覺得 需要不需要那麽激 其實沒有什麽激 事實就是這樣 事實是沒有激和不激 記住 還有一個問題 我也想跟大家講 我覺得今日的問題 拘捕了113人 如果我們停 即是前功盡廢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們要更加大型的公民抗免行動 很多人說公民抗免 拘捕了會告 我告訴你 如果一個政府要控告幾百人 而那些人只不過是和平示威 當然對他有壓力 對我們也有壓力 當然我不是說強人所難 但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坐在這裏 會不會有改變 是不會有改變的 絕對不會有改變 是會又是越變越差 我簡單講回公安條例也是 在這個 由1969年因為反英抗暴之後 這個 港英政府在英國移植了公安條例過來 公安條例其實是對付愛爾蘭共和軍 或者愛爾蘭獨立運動 好了 好了 又是一小撮人去衝破了 這個 在得幾粒街 二十一個人去示威 二十一個都被抓 就是未經申請他人集會 三個人以上未經申請 就叫非法集會 捉了 接著到了威里警司 在7月7日打人 大家懷疑 警司打中國的學生 就爭取到有五個集會地點 以前是沒有集會地點 他說不方便便不給你 有五個集會地點 指定的可以各樣集會地點 接著一直去抗爭 很多人都是公民抗命 說要我拿牌便不拿牌 終於 講英臨走之前 可能覺得他都不是他管 他就過了一個條例 就是二十人集會三十人遊行 就不用拿牌 接著就放鬆到三十人集會 五十人遊行 這次警方拘捕了過百位示威人士 其實都不排除警方會全面捲捕他們 當然很可能問題是 究竟現在特區政府 對現在政治社會的判斷 究竟是否我們所想 可能他不想搞大件事 或者其實應該將我打擊面縮細 而只是選擇 他很明顯 他現在是嚇了那百多人 因為他是6月9日 不知6月8日才回去再報導 報導了之後 就算他是告你 都過了七日之後才告你 應該再玩多一次 叫你再報導過了七日之後 他對那些已經被他拘捕的人 而未檢控的人 是一個壓力 他只是一個人次政策 拿你被捕做你自己的人次 當然這個抗爭是艱難 不用說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我覺得現在做完之後不做 全高盡費 我想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整個香港政局變化的結束 我會很相信其實3月6日發生的事 可能是另一個香港政治變化的開始 無論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這件事不是因為發生了 是當沒有事發生過 而更加重要的是 在這個節目結束之前 都希望大家真的很密切地關注 甚至關心香港的政治發展 或者其實一些相關的狀況 因為我想由現在去到2012年發生 任何一件事 很可能對香港未來那10年的政治發展 產生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或者在左門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談